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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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2017年6月29日 今天成交量9441 涨了31点 到底今天的行情应该如何研判 今天有很多投资朋友来问股票 想会直接切入 就是你关心的股票 目前他们的格局到底是什么架构 我们先看第一档 第一档是一龙店 我们切到电脑的画面 第一档是一龙店 通常你看一个股票 他呈现的太一样 就是你看股票的涨跌 今天是开小高盘震荡压回 我们看K线 他是呈现涨一波之后的 好像有点拉回修正的 下面有的量好像开始有缩掉了 那请问这个格局到底怎么研判 通常我们要判断一档股票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你要怎么来判断这个格局 我想这大家最关心的 那我们在讲格局之前 我想我们先介入一个操作的观念来讲 你到底应该如果来判断一档股票 你可能学很多技术分析 你可能学很多理论 就是流派 其实股市里面跟功夫一样 有少林士的有二美派的有空洞派的 有华山派的 有些太极的 武当山的都有 到底你学完最后要怎么样 很简单你要把敌人打倒 你用什么功夫都没有关系 你笑一笑敌人就倒了也可以 那你就最厉害的 所以同样的 股票这么多的技术分析 这么多的操作股票的方法 有人说他看主力的进出 有人看他看筹码 最后很简单 不管你学了什么 当你面对敌人面对一档股票的时候 你要知道什么你才能够做赢 你要知道四个东西 哪四个东西 这四个东西 叫什么 叫多空强弱支撑压力 你没办法看断多空强弱支撑压力 你说你会做股票 那绝对是骗人的 这四个东西 无论如何 你是一定要学会的 因为你如果没办法学会 你所有的理论 你所有学的东西都是白学的 那我们除了这四个之外 我们要知道什么 我们在股神系统操作概念里面 你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这四个东西 我们先从股神系统的 多空强弱支撑压力之后 要知道这四个东西 叫做买卖讯 当然如果你的好朋友很多很好 那股票就会涨 好朋友就用红色跟粉红色来标示 粉红色是次要的好朋友 红色就是你最常来往 最好的朋友 你有困难他会怎么样 他会帮助你 你有困难 你跟他说 最近跑路了 可不可以借有一双的球鞋 不用球鞋 这100万拿去 最好的朋友 不用问理由的 他会帮助你的 最好的朋友 好 那我们说最好的朋友是什么 就是红色的 次要的朋友就是粉红色的 那你的敌人呢 就是蓝色跟绿色 绿色是最严重的 蓝色是次要的 你知道这四个东西 这是所谓的支撑压力 那同样的 我们把它切换到股权系统来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了解 多空强弱支撑压力的意义 那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直接打888 所有答案 所有的答案 在888之后啊 就全部都跑出来了 那为什么说所有答案 在888之后 就全部跑出来 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啊 这个想法 来跟大家说 你看一下 为什么说所有答案 888就跑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电脑的画面 来 888 再一次 2458 这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可以线下面这个 就是股权系统 好 你看到了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 股权系统里面 最近好像 易隆电转空了 43.25已经出现一个反压了 那出现反压 之后到现在 经过十几个交易日 这股票涨不上去 今天开高走低 今天现行上 早盘的时候开得不错 一波上去 但最后 滑铁武器还打到 将近平盘 好 那我们说 为什么这种情形 原来他怎么样 已经变成空投格局了 那今天的架构是一个 曲线主线 这条最重要的 转为空方了 下面两条线 翻多 所以他目前来讲 是一个空投格局里面的 反弹 叫空投反弹 上档反压就在这里 43.25 所以这个反压 没办法跳空或带浪场 突破 突破同时要3000万多 那如果说他没有这个条件 来配合 那对不起 这股票就是涨不动 好 所以当你懂这个概念 你也知道 这情形了 以后你的股票就会判断了 我们再看下面的股票 比如说广宇 今天有人问到说 红海集团 广宇昨天没有听清楚 我们再看一次 好广宇的格局 团队 请问广宇什么格局 好像不大对 一个反压 两个反压 三个反压 对不对 上档已经出现三个反压了 趋势线已经变成空投格局了 这当然是非常不利 目前就是一个什么 空投的反弹而已 反压没有办法跳空或带浪场 今天是27.65 反压在28.01 在30附近 所以这个反压很大 他没办法马上克服 最近已经形成三个反压了 对他操作当然是 后市是比较不利的 我们看另外一档 3661 好 这格局也一样 世新 刚刚出现 一个 两个 三个反压 连这个算益四个反压 那这四个反压 压在这里 当然对他后面的攻击是很不利的 趋势线在空方 这已经转空了 转空之后 空投反弹 上档四个反压 我们想想看 你碰到一个敌人都很痛苦了 那现在四个敌人要对付你 天哪 那怎么处理 这种股票 你问我 我不会做多 你做多 你要赢的机会也很小 依照这股市二十几年的判断 我每天看着股神系统 他告诉我的 呈现给我的这种 如果出现这种格局的时候 通常 你要再赚到这种股票的钱 已经不容易了 这股票已经转空了 我只能跟你这样提醒 非常小心 上档反压四个 一定要挑空 或带量长空 突破反压 他只好有机会往上攻 如果没有 那这次高点就是往下回档的 2458 刚讲过育龙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档 2485 趙赫 讲到趙赫 我就会一段小故事可以讲 前几天有一个好朋友 他到我公司来 他找我说 语明啊 趙赫得好几年了 趙赫要涨了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哥哥在赵赫 他在里面是高层的主管 而且他最近要欠一笔大单 跟中华电信欠一笔大单 这个会对那后面营收益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这只股票要涨了 结果说真的 从他跟我讲讲到现在 我们看股价先行 你觉得有涨吗 好像没涨 他跟我讲说刚好这反压很大的地方 那目前为止这个格局反而是掉下来的 为什么说这个会掉下来很简单 我们需不需要去了解说 这后接了中华电信多少单 这个到底利润有多少 这个单利润是20% 10% 5%一定不一样 3% 那价格对他的获利的影响一定不一样 你知道接了单 50亿 100亿 1000亿 不管 毛利有多少 你不知道 对不对 那中间接单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这单到底是一年单还是十年的单 那如果十年单你接100亿 那一年只有十亿 不是吗 那你毛利有五成 那不得了 十亿还赚五亿 那如果毛利只有5% 那十亿你赚多少 赚一点点 所以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但是最后股价告诉我们 对不起他没有要涨 你再看一次 你告诉我 这后有要涨吗 没有啊 这反而要这么大怎么涨 所以听到什么好消息 你再来比对股价就知道了 最近Light里面也有一个人 我不把他名字公布 他发很多股票的资料给我 一档特定的股票 一直在对他推荐 一直在对他推荐 这档股票多好 他为了接多少单 他们董事长怎么样 他好像很多内幕消息一样 好像他是董事长附近的秘书 这个间谍一样 把所有消息都告诉我们了 那我当然就好啊 你之前讲那么多 我就看看你的股票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那到底会不会涨啊 就是这一次啦 大家看一看 请问这么多好消息 他都不会涨 那我们反过来思考 你现在这样消息这样发都不会涨 那如果没消息还会怎么样 那跌更深了嘛 好消息都不会涨 利多不涨 那利多不涨就是利空啊 不是吗 所以我们常常很多投资朋友 陷入迷失 因为一个利多 因为一个消息 因为你只有你知道 世界上没有只有你知道的事啊 董事长知不知道知道啊 总经理知不知道知道啊 负责主管业务的主管知不知道知道啊 董事长秘书知不知道知道啊 这个总经理秘书知不知道 特助知不知道 经理的打字的知不知道 他打字打合约他当然知道啊 那这些人有没有亲戚朋友 姑妈阿姨 那怎么可能会只有你知道 所以件事情其实很快就传片了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消息一来 那这些股价都闻风不动 那很简单啊 董事长也不买 董事长的情人也不买 董事长的老婆也不买 董事长姑妈阿姨都不买 那为什么会涨呢 如果这么大利多 他为什么不买呢 他自己不能买 他旁边也可以买 所以我跟你讲 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我都不相信这种事情 我从来都不听这些东西 听到这些东西我就笑一下 谢谢 谢谢 再联络 我从来都不看这些东西 我不认为这些东西 可以帮助你获利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自己要把自己学聪明 股市是很显二的地方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么多利多 那为什么他不涨 那就表示有问题嘛 对 转空很久了 我的解释很简单 你转空三个月了 所以这种股票是不会涨的 好 那我们看另外一档好了 我们刚看到2485 再看一次 好 我们看2485 兆贺 很显然 显示这个问题非常的多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格局 周线 周线就打777进去 哇 天哪 请问这是到底转空多久了 高档转空 高档在这里 65块2开始 转空 跌跌跌 这里是 天哪 这102年的 4 5月到现在的 现在106年了 对不对 你看看 跌了 4年了 这段期间 如果你没有跑 从65 3块2到今天31块 跌5成了 头这边你想想看 如果你该跑的地方没有跑 好 那到现在损失惨重 所以我们说做股票的时候 有两个重要的观念 对不对 除了刚刚讲 我们再讲一次 我们再复习一次 来 你再复习一次 这些重要的概念 好 第一个 红色粉红色 就是你的怎么样 红色粉红色就是你的好朋友 红色主要好朋友 粉红色次要好朋友 你的敌人就是蓝色跟绿色 所以你看到蓝色绿色 敌人出来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时候你可能怎么样 你可能就会受伤了 因为他可能就要开始怎么样 要修理你的 所以我们再思考 我们再回来刚刚的股票 来 你看一下 请问这股票里面 你的敌人多不多 蓝色出现了 蓝色绿色一大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趋势线通通在空方 你看这沿路有多少你的敌人 只有你的两个次要的好朋友 可是你的次要好朋友 他帮助你有限 为什么 因为趋势在空方 所以帮助你是有限的 所以股价一波下来 这样跌5成经过4年了 头这边你想想看 一旦股票跌了5成经过4年 你这4年你会生活多痛苦 那为什么我不会去买兆贺 因为我知道他是空头 所以我绝对不会碰这种股票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来回到刚刚的图卡 我们再看一下 来 除了这个观念之外 你要知道什么 要判断多空强弱支撑压力 对不对 这你一定要有能力的判断 还有什么 你要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要挑日线翻多 最好周线也翻多的 上标就是日线为主 周线为辅 日线是最重要的 那周线要看一下 这两个如果通通没有问题 那就会大涨 如果通通有问题 第四项 日线周线都会转空 就会大跌 这在张艺民股市录 第600则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正确的操作观念 那如果你有这些观念之后 我们再想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你有办法把每档股票的 多空 强弱 支撑压力 反压在哪里 支撑在哪里 都看了一清二楚的时候 你操作股票 你赢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那同样如果你不知道 你去买了刚刚的照片 你再看一遍 你看你这两年多痛苦 那这两年真的是输到脱骨子 而且生活在痛苦中 因为一直在套牢中 想想看 周线有问题了 那日线呢 日线就是888 天哪 日线也这么多敌戀 虽然有很多利多 可是怎么样 没有用 有人跟你说他有多少利多 多少利多 都没有用 当然这个好朋友他也不是要害我 他也是不懂 那如果我听了他的话去买了 而且我知道他会不会赔死了 套得很痛苦了 为什么 你再看一次 因为他反压很沉重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因为我觉得这种股票格局是不对的 好我们看下一档 旺宏 可以不可以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曲线 走强还是走肉 现在股价在高点 那请问曲线走强还是走肉 你会不会发现他越来越弱了 对不对 上档怎么样 没有错有反压 但是也有好朋友 要好几个好朋友在这里支持你 虽然你已经涨很多了 所以他怎么样 目前来讲 三线的架构说真的不强 但是因为资深还蛮强的 敌人不大 暂时就高档撑在这里 好像追高意愿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有点危险的 他没有转空 可是有点危险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档好了 8112至上 我们看至上的格局 至上 今天拉伟修正跌了7.5 多头格局没有任何改变 这两个股票从26块多 翻多 从24.6 两线翻多 到26块多 三线翻多 到目前格局32.9 这个多头格局都还没有破坏掉 这是至上 好我们看另外一档大宇兹 大宇兹这波跌得很惨 你看从264块跌到今天132 已经快腰斩了 好那我们看这个格局什么格局 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234出现反压 敌人来了 是要敌人来 主要敌人来 然后这一波下来 几乎回到前一波的起涨点 所以大宇兹当然不用讲 他目前非常非常的弱势 超市场股票 你看234就要出场 前132了 好那我们看另外一档 当然大宇兹是游戏啦 那游戏股票还有很多 我待会再来 今天时间不大够了 待会再下半场 我再跟大家讲 游戏到底死了没 包含大家关心的辣椒 来我们看3105文帽 我待会下半场再来讲游戏 好文帽的格局 好不好 刚刚翻多 今天开高走低流上一线 为什么 因为区域线太弱了 第一线短第二线第三线长 代表上档的反压比较沉重 我刚讲你听清楚了吗 我再讲一遍 第一线短第二线第三线比较长 代表上档的反压比较沉重 所以你看今天的格局 文帽今天开高走低流上一线 因为什么 因为第一线比较短 下面两条线比较长 所以上档反压比较沉重 上去又被打回来 当然这个多头格局没有变 那我们今天就收盘来讲 可以解释就是上档反压比较沉重一点 会比较不利一点 今天也有人说 文帽快涨停快涨停了 是不是在嘎空 你不用管他是不是嘎空 你知道现在地方不能追 这样就好了 你管他是不是嘎空 那嘎空为什么开高走低又打回来 上一线流那么长 在股权系统里面 他很明显的告诉你 这个格局是不对 为什么 刚刚讲过第一线太短了 第二线第三线长 好 所以懂这概念以后 我想在股票操作上 你就会很大的帮助 当然大家现在很关心的股票 比如说 这个游戏啦 生计股啦 我想这两个族群 我们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这两个族群 应该怎么操作 哪些股票转空了 哪些股票还没有 还是一样多头格局 没有任何的破坏 我们待会再回来跟大家做说明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赤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带您翱翔股市 轻松支付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好 游戏谷到底应该怎么看 游戏谷的大宇支 其实已经跌得很深了 我们看一下好了 6111 我们看电脑画面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 好 我们看一下游戏谷的大宇支 这一波已经跌很深了 从264跌到今天132 那请问这个格局应该怎么看 到底整个游戏是不是被它拖累掉了 如果被它拖累就很危险了 那我们整个游戏谷来看一遍 我们把它切换到游戏的画面 那怎么切换呢 逐画面 然后找一个新增分类 进去以后一个产业列股 第五项产业列股 进来以后有一个游戏 445 有没有一个游戏 好 那我们就进来 进来以后游戏就是这几档股票 那我们从这几档股票里面 从头到尾跟他看一遍 你就知道他的游戏股死了没 好 我们再看一次 游戏股 来进来 进来888 就进股仙系统 平常股票就这样跳 好我们看第一个网隆 网隆死了吗 好像没有 网隆整个DOTO架构还是存在 当然三线没有那么强没有错 但是那DOTO并没有挂掉 它还是DOTO格局 第二档雨菌 完蛋了 这已经转空了 从次要敌人到主要敌人 100块到91.6 这已经格局不对 这已经坏掉了 第三个我们看大理智刚讲过了 育拳 你看育拳吗 肩差点创新高 对不对 41.5元 那这波起涨点在25块左右 那你看从起涨点二十几块多 这里很多买进讯号 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就按减 减就放大 按加 通常电脑键盘一个shift 因为它加是上面 所以你按一个shift再按加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格局 目前这个架构 你看这么多买进讯号 1234567 七个买进讯号之后 二十几块 到现在45块 同学们你看看 它整个的DOTO格局 有没有任何破坏 没有啊 DOTO还是非常完整啊 所以有人很担心 游戏股挂了没 对啊 你看代理知识挂了 那你看育拳有挂吗 育拳漂亮的很啊 今天差点创新高 对不对 这格局完全都没有破坏掉 非常非常漂亮 好我们往下看 橘子 三天前出现反牙 但是也还没死 慢慢有转弱迹象 第一条曲线的多方 就是DOTO DOTO的修正 下面两条线跌破 DOTO修正 我们看下一档 华一 华一也没有啊 华一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样 下档很多买进去 你的好朋友来了 当然你也有两个敌人 可是你有更多好朋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好朋友两个敌人 这两个敌人应该被打死 好一波上去 到目前为止 这个DOTO格局都没有破坏 那我们说什么情形 来判断它有没有破坏 股价创新高 股神仙拉不上去 这个就不对了 股价创新高 股神仙一样往上拉 那就没问题 所以要回到刚刚的华一 有没有问题 好像没有任何问题啊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下一档 好这是自冠 自冠出现了 6天前出现反压 89.4 告诉我们它要做什么 要做多头的休息了 那这条线如果慢慢往下掉 这个比较不好 今天再往下掉 这个就不好了 因为慢慢往下掉 可能会跌破 跌破就变成三线走空了 这一样 这股票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所有的股票要涨之前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 五个买进讯号 一波大涨 所以你们发现 所有的股票在涨之前 好像有共同的架构 就是很多买进讯号出现 然后大涨一波 这样懂意思吗 好 这是整理的股票 跟网龙一样 我们看下一档 新项 这转空了 转空已经有一个月以上 转空点在这里 207 大概在 我们看一下几号 好 转空点在6月8号 到目前为止 这个格局都是 破坏掉 变成空头格局 所以这股票不能再做了 Oh my god 跟刚刚的 这个志冠一样 是三天前转弱了 那这个慢慢往下掉 这个就比较不好 有可能会跌破 来我们看下一档 辣椒 辣椒格局也是一样 三天前转弱 因为你的蓝色 次要敌人出现了 我们说蓝色是什么 是次要敌人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切换到图卡 我们说蓝色是什么 是你的什么 是你的 红色是你的好朋友 红色粉红色是你的好朋友 蓝色是你的次要敌人 绿色是你的主要敌人 所以目前 次要敌人出来了 我们再看回到刚刚的图卡 或者电脑画面 目前 辣椒的格局出现 高档出现 卖出迅套 48.45 但是低调区域线 依然在多方 所以它是一个多头的整理 你还不能判定通常死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 辣椒死了没 还没死 应该区域线在多方 懂意思吗 那有没有掉很多 快要跌破了 再看一次电脑画面 有没有掉很多 快要跌破了 好像还好啦 所以他有没有机会再反攻 有可能 他现在在出现一个 买进迅套的时候 就是在这往上冲了 这个格局 暂时我踏脑的人稍微忍耐一下 我觉得应该还好 那这里当然就很多买进迅套出现 就大涨一波上来 我们看下一档 传奇 这个也比较弱一点点 智威 这个也很强啊 你们看到今天 今天盘中还创破段新高 在这里翻多 从196块到今天248 最高25 这个多头格局都没有破坏掉 所以我们发现 游戏股里面有三档股票 今天几乎都创新高了 智威 还有什么 我们刚刚有讲过的啊 华裔啊 还有什么 育钱啊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游戏股死了没 我们看游戏股几檔 游戏股就这么多嘛 这四几檔 那其中竟然有三档股票 今天啊 盘中 创了波段的新高 其中有三档股票 大一支是挂掉没有错 可是还有三档股票 包含 玉权 华裔跟智威 这三档股票 今天啊 甚至都创新高了 所以你觉得游戏股死了没 我觉得还没有 好不好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那当然还有生计股 时间来在急吗 好 尽量赶一下来 生计股怎么研判 我们看到生计股 生计股很简单 生计股就要在17开头的 那我们就先看看17开头的股票 到底这支股票 挂掉了没有 如果你打的时候 跑出这个 右上角跑出这个 跑出这个 它是跑出一个颗 那就表示你的 切换 输入切换按错 你要按一个shift 跑掉 这可以再按了 17 这输入就跑出来了 下面输入就跑出来了 17 17 好那我们看17的股票 17我们就看一下1700好了 888 好 请问化工类股到现在 翻多了吗 大家告诉我翻多吗 好像没有 曲线还在空方 反压出现之后 到现在空头反弹而已 所以我们如果来看整个 这个17开头股票 升级股 目前目前是还没有的 好那我们一档一档看一下 我们再看41 888 好进来 有没有 没有中华没有 蓝桥 还可以 融化也没有 葡萄王 这歌曲还是怪怪 你看77就知道了 有没有翻多 没有 刚刚没有把它切换过来 好我们再同头看一次 888 好 中华有没有 没有 蓝桥还可以 融化还没有翻多 还没有突破反力 还没有翻多 也没有三线翻多 葡萄王 日线翻多了 我们没有讲过 日线翻多同时要看什么 要看周线 到底有没有翻多 你不要光看日线翻多 要看周线有没有翻多 要小心一下 好所以我们来看周线有没有翻多 周线777就是周线 有没有 没有 日线没有翻多 日线翻多 周线没有翻多 它是短线反弹而已 那短线的反弹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我们说日线翻多 周线没有翻多 我们再把它切换到图卡 看它告诉我们这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日线翻多 日线翻多 日线翻多 对不对 第三点 周线翻空 日线翻多 短多 强短要快 它就是一个短多的格局而已 所以这个到底你懂了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葡萄王 周线转空 日线翻多 短多 强短要快 东减空头 合一空头 这个准备翻多 但是门口很多反压 东连 永光 这船空有够久的 可怜 好 新农 不对 国化不对 合同不对 说真的 如果自己来做股票 我看到这样我就不看了 一大堆股票都不对 最少看10党了 对不对 差不多了 我们往后看了 耐心把它看完 有没有 你看这些 对了 长新是对了 中签 准备要翻多 可是门口很多反压 三个反压 森达 三黄 这个都空头反压 这反压 台肥反压很沉重 最近还有四个反压 所以你追台肥是不对的 这个都不对 你看这这么多空头的股票 看完都昏头了 你看完之后 你还会觉得是生计股很好吗 对不对 看完 差不多 我们这是格局差不多 好那我们看四一开头了 好我们看四一开头股票 四一开头股票也一大堆 最重要的三档股票 还记得吗 四一四七 好我们看一下八八八 金股神系统 来我们请看 中益翻多了吗 没有 好四一七四 翻多了吗 耗顶更惨 反压更严重 所以很多人叫你去买生计股 说真的 我不想他们脑袋在想什么 你不能看到一档股票涨 然后就叫来乱追 这不对的 那生计股最重要是三档 浩顶 终于 还有什么 还有一档四一六二 我最喜欢做四一六二 说真的 生计股要讲 大概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有资格来讲 生计股 为什么 生计股 我就已经做到 炉火纯青 我们看一下生计股 你有没有办法一档股票可以赚这么多钱 赚的比股价还高 你有办法做到这样吗 如果你有办法做到这样 你就会得到很多人尊敬 那我们说 生计股到底可不可以 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我想你最想听我讲 可是你好像从来没跟我 听我讲 目前没听我跟你讲 生计股可以买了 那就不要乱追 懂意思吗 我们再看到电脑 好 资情好了吗 好像有很多买进迅道开始出现 准备要攻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周围先看一下 还没 对不对 很简单嘛 门口就三个反料 201 202 216 那有没有长文棒突破 没有啊 三线万多 好像有准备要攻 可是还没看到这个 决定性的胜戶出来啊 今天说版200 201也没突破 202也没突破 216也没突破 有没有跟长文棒 也没有 所以你看到这里就知道 生计股还没有攻 这三档股票就看完了 看完了 你不用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你可能去思考很多问题 看了都杂志 找很多资料 最后你的判断是错了 那判断错会怎么样 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买了神奇股 说他快哭了啦 为什么他买4183啊 天哪 怎么会买这种股票 我也搞不懂 你告诉我 这股票如果你买到 你会不会想哭啊 看一下 看你会不会想哭 他说啊 那真的快疯了 每天跌 每天跌 跌多久 这种股票是不能买 刚挂牌的股票 但是其实是危机重重 他还买了一档 天哪 怎么会买这种股票 搞不懂 穆拉德 那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买穆拉德 他说这个股票名字看起来很特别 是不是好像宾拉登那种感觉 他这股票会大涨 他自己想的 很会幻想 看他这种股票 穆拉德 好像很特殊的名字 对不对 好像宾拉登那种感觉 哦 这股票会大涨 自己幻想 结果股票崩盘 懂意思吗 这股票你看买进了 浴库无泪 还有一档 奇怪 怎么都买这种股票 真的佩服他 你看这股票要赔多少钱 300 33块3 跌下来的 目前是29 你看 反压一大堆不跑 最后就受伤了 所以这种股票 不要随便去买 当然升级股 有没有翻多的 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 跟你讲 随便讲一档好不好 那你不要跟别人讲 这档叫什么 有有有 刚小小做一个功课 不是这一档 不是这一档 看一下 应该这一档 很漂亮的一档 很漂亮的一档 我给你看一下 但是很快就要切掉 看到了吗 好有就好了 其实有啦 我是跟你说 还是有翻多股票 但比较少 所以升级超上 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因为今天节目上的关系 我先暂时进行到这里 那如果你还有很多股票 想要有疑问的 没有关系 你只要推荐一个人 介绍一个人 加入我的Lite 那我就会 可以让你问一档股票 就一档 那我尽量在 在透过录影的时候 来跟大家做解答 那原则上 每天大概两三点之间 我会录影 那如果你要确认 就打我们公司电话 跟夫人确认 因为有时候太多人了 会落掉了 那就打电话 跟他确认 我什么人 我介绍股票了 介绍一个朋友 加入张老师的Lite 那我今天问一档股票 问台积电 请老师记得帮我看一下 那我的姓名是什么 电话是什么 你跟他讲一下 那你就把你记录 那他会送指条件来给我 我就会帮你 一定会跟你讲 那我说到我就一定做到 请大家放心 那我们今天就要先暂时 进行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宇国际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